Hello 大家好 朱春路 今天路環黑沙龍爪角加樂徑 懷疑發現人體骸骨 現場消息指 治安警在早上大約11時9時接報 有行山人士沿著龍爪角健康徑 走到衛星路附近散步時 途中看到有蜜蜂 打算跟著蜜蜂找蜂巢時 就在山坡位置發現骸骨 於是報警求助 市警和消防到場處理衛鋒相關位置 大批市警現場的勘探人員和消防 步入草叢到案發地點搜證 據現場警員指 警方到場後確認有鞜骨 而且附近發現懷疑衣物和鞋等 之後鞋骨又五公升走進一步化驗 目前市警仍在調查中 還未有任何公佈 我們有待他們公佈詳情 發生這種事令人聯想起 澳門是否又發生兇案呢? 因為在今年先後發生過兩宗 門淺黨被劫殺案 藏屍地點一個是大潭山 一個是黑沙海灘 這集就到此為止 那些消息再更新大家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網絡和分享 下次見 拜拜